救護車開到巷口 馬路邊一群人圍在一塊 因為一名男子說 自己在路邊被不明人士 拿刀刺傷被捕 一名九一到場了 穿著黑色上衣的 就是受傷的男子 雙手交叉擺胸前 被送上救護車 男子向警方公稱 自己的好友 因為拒絕攔茶倒撞 警車被送上警局 請他幫忙求保釋機 和警車維修費用 因此他向另一名好友 借了十萬元 不過再把錢送到警局的路上 卻被一名男子尾隨 刺傷他的背部 還搶走包裡的十萬元現金 他跑過去他要幹嘛 他跟 他只是剛好經過看 他問了那邊 打一個人在那裡 警方釣除路口監視器 卻發現根本沒有 男子口中的嫌犯出現 當場戳破他的謊言 還在附近的水溝裡 找到一把水果刀 自己也是在案發前 買了一個水果刀 刺了自己 然後就 打在那個地下 原來男子借到保釋機後 全拿去賭博輸光了 又沒錢還 怕被追究 異想天開 買刀刺傷自己 謊報被搶 這下不僅被撕破 吃上誤告和偽造文書罪 等著交保的好友 也只能繼續蹲牢房 這連家親王石函 台中報導